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and ride on time 部分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燈光 它的整體的燈光光場 你看我們後面可以看到入口 另外一整 Hi 我是小葉 今天要帶大家來一個夏日非常適合來的涼爽步道 雖然現在算是轉秋天天氣還是非常年熱 之前我幫大家介紹過很多很多的登山步道 有人會問我說 如果我不想要曬太陽不想要那麼累那麼熱的話 有沒有什麼景點可以推薦 那我們今天來到苗栗厚龍的過港隧道 那這個過港隧道非常非常漂亮 它之前是日據時代 就是日本人建造專門來做海線運輸的一條隧道 那現在已經沒有在使用 所以它把它改建成一個可以讓大家 大家午後來走走逛逛的陰涼的景點 那它總共有三個隧道 都是用紅磚建造改造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進去這個美麗的隧道來看 這個厚龍的過港隧道 它其實近068濱海公路 那在濱海公路這邊下來之後 其實接近這個過港隧道是非常近的 它有屬於自己的停車場在這邊 小小的 那要來的話可能要早一點 因為它的車位數量很遠 如果這邊停不下的話就要停到外圍去 那後面有它的導覽圖 等一下會幫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那再往裡面這邊走 就是進入隧道的入口 就有三個隧道 我們等一下也會從這邊就是進去拍給大家看 這個過港隧道其實就位於好望角風景遊樂區這邊 然後這是它的地圖 然後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這個停車場的位置 然後從這邊進去 就123這個隧道 OK 那我們現在就從這邊進去囉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這個隧道口 其實走一小段路就可以看到我們第一個隧道路 可以看前面 蠻多人的 然後這個步道口其實都有很多的樹蔭 蠻涼爽的 然後我們今天進來之後 可以看到第一個右手邊 有點亮 這邊 第一個右手邊這邊上去 就可以 有一個瞭望台 可以看 看海邊的景色 太陽有點大 這樣子 那我們先 往步道 去走走 等一下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看要不要上去 上面看一下風景 那今天是禮拜天 所以人潮還蠻多的 現在是下午的大概快4點鐘 太陽快下山 大家都出來這邊逛逛 然後今天那個隧道入口這邊有賣 賣掉 然後這邊就是1號隧道 這個是最長的 然後1號最長 然後其次是2號 再來是3號 那等一下我們會從這邊進去 看一下裡面現在的狀態是如何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1號隧道的入口 然後今天有點可惜是聽說前面這一段的燈壞掉了 所以前面有點暗 我們等一下往後面走 看後面的風景是比較亮一點 可以看到隧道裡面的建築 蠻多人的 我們進去吧 今天前段的燈是 部長燈 這邊有 隧道照明設備部長 請遊客行走時注意安全 門鎖將你近期內修閃 不便之處其見面 所以 有點可惜 小朋友很大聲 可是可以看得到就是 其實裡面真的就是很多都是紅磚 紅磚的 建造的痕跡 那以前 這邊的話來講那個就是 鐵路的軌道 它只是現在把它修建成 修建成那個石磚路 方便大家來這邊散步的時候逛逛 那我們等一下到第二個隧道的時候 再來看一下它比較亮的狀態 是不是 會變得比較漂亮 那我們現在走了一段路以後 已經可以看到第一個隧道的出口 有這種光透進來很美很美的感覺 有種一道曙光的 的感覺 感覺非常漂亮 這樣子 第一個隧道的長度就沒有很長了 算是滿輕鬆舒適的 然後出去感覺就有一個小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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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回看一下 我們在1號隧道 那我們現在走出1號隧道 1號隧道出來以後 1號隧道出來以後 旁邊有一個活動廁所 這邊有一個活動廁所 這邊有一個活動廁所 欸 看得到嗎 這個活動廁所 欸 這邊也可以停車 不知道他們怎麼進來的 這邊就可以中場休息一下 然後往前面繼續走 然後前面就是第二隧道的路口 那我們現在往第二隧道前進 然後這邊就有告示牌 我們剛剛是從1號隧道 現在要到2號隧道的位置 然後這邊就是位於 就是苗栗這邊的後龍的好望角 好望角風景區 所以它有一個指示標 滿多人在這邊停留休息 這邊也有一個廣場 然後大家都在這邊 停留休息吃一下東西 然後再往前走 這邊就是個2號隧道 那我們要往2號隧道繼續前進 廣場這邊有一個介紹過港隧道的一個牌子 可以看一下 這是日治時代時候建造的三段隧道 然後透過這個南北運輸的大幅增加 所以變成後面這種三線的縫萬鐵路 那這一個就廢掉了 廢掉了之後就變成一個歷史的演技 然後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隧道內壁都是用紅磚氣成的 然後是形成一體優美的馬蹄形弧形 然後據說開找的時候完全沒有用量度支撐 非常厲害 我們現在準備進去睡到2號隧道 看看它亮亮的樣子 如果是夏天或秋天的午後 全家來這裡走一走 非常的適合 然後等到太陽下山以後再到 跑望角上面去看看海景 風車的海景都很不錯 這邊有一點燈光了 感覺越來越美囉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來這個第二隧道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燈光 還蠻漂亮的 剛好這邊燈光照了有點恐怖 但是裡面是還蠻美的 就是往前面走的話 它的整體的燈光光線都很不錯 然後這個隧道就沒有第一隧道這麼長 你看我們後面其實可以看到入口 然後另外一側就可以看得到出口的部分 然後裡面其實蠻適合拍一些網美照 然後裡面有點潮濕 隧道裡面很潮濕 但涼涼的還蠻舒服的 現在有燈光就可以很明顯看到那個紅鑽 有點斑駁 這個方向就是我們第三出口的 第三隧道的方向 然後另外一邊這邊就是 剛來的 我們剛剛已經從二號隧道出來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到三號隧道去 然後一樣它也是走過這個 綠鷹的小小的步道以後 就可以通往我們三號隧道 三號隧道它就更短 但是前面的人更多 因為它是最後一個隧道 可以看到人潮蠻踴躍的 大家都很把握 周日的午後下午時段 大家都很把握 周日的午後下午時段 我們剛剛從二號隧道的部分走出來了 那現在要走進三號的隧道 那三號隧道它非常非常短 可以看到站在這裡就可以看到尾端 然後我們這個隧道之行 其實就是這個隧道走完之後就到了 我們可以快速的走過去看一下 這邊的路段有沒有跟前面兩段不一樣 不過看起來是一樣的啦 都是紅磚然後圓形拱橋的感覺 然後很乾淨很乾淨 然後你看聽得到回音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走過去看一下那邊有手 現在就進來這個三號隧道的部分來走走 然後我今天有帶我們家的小狗來 所以要來跟著我進來這個隧道走 我們就走到這個隧道的底部 去看一下底部有什麼 看起來是有一個小小圓形的廣場 這邊很適合就是 假日午後啊家族旅遊 可以來這邊晃晃 它路段非常非常的短 就是可以在隧道裡面休息 然後讓小朋友在這裡活動一下 好到了 沒錯 這邊就是一個小小的 小公園的感覺 小廣場的感覺 還蠻舒服的 那走到這裡之後就可以走回去 就是一個完整的過港隧道的景色 那今天三個過港隧道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走完了 就介紹給你們 那它整體的路段啊非常非常的短 然後整個環境都非常舒適也很乾淨 感覺得到就是公家機關維護的非常不錯 那非常推薦你們 如果你們覺得說去登山啊 或者是曬太陽很累很麻煩的話 來這個苗栗過港隧道 玩一玩走一走是還蠻不錯的選擇 然後傍晚的時候再到苗栗儀式去吃個東西 然後到好旺角看看夜景 那今天的過港隧道就推薦給你們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後續如果有不錯的景點 我也會推薦給大家囉 掰掰